国家电影局统计数据显示 在春节档观影带动下 截至1月31号 今年中国电影总票房 已经达到100.86亿元 创历年来1月票房的最高纪录 昨天《流浪地球2》电影主创团队 做客总台财经频道对话栏目 独家解密《流浪地球2》背后的创作故事 科幻类型片是对整个电影工业化水平 要求很高的一种题材 被誉为电影工业的金字塔 四年前的春节档 一部国产科幻电影《流浪地球》 风靡一时 切实让观众感受到了 中国科幻电影的高质量 创下了46.87亿元的票房 时隔四年《流浪地球2》再次上阵 电影拍摄公历时1400多天 2000多人的团队 做了5000多张概念设计稿 3000多个视效 置景超90万平方米 这些数字的背后 包含了主创团队 在生产理念和流程上的创新 这种工业化流程的 科幻类型片拍摄 首先就给主演们 留下了深刻印象 现在就是科幻片里面需要的那些真实 要到什么程度 我光头的那个造型 穿那个衣服 它的重量 它的那个 你会发现 我没那个外套 就没那件机架 拿不起那个枪 对 那个状态出不来 对对对 然后你走的动作 如果你没有那个 那个是软的 你走的时候就没有 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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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让你 真的很真实地是感受到你 刚才说的工业化的问题 其实我们是 一步一步在往前趟着 我们没有走过这条路 一定会 但是现在真的是看到了 我们肉眼可见的进步 科幻电影真正体现了电影产业的工业属性 而如何创作出优秀的科幻电影 一直是行业的难题 在此次电影的拍摄过程中 新技术的应用 也加快了影片的制作流程 我们在这一次中 确实有一些创新的技术组合吧 就包括我们的那个3D打印的技术使用 包括CNC的这个数据车床的使用 我们现场会有一个生产线 我们像生产一个产品一样 我们把它流水线生产出来 然后以一个模块化的思维 我们去做我们所有的造型 所有的道具 以及我们所有的场景 它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性的一个东西 我们也会学习和借鉴 过分他们这次很多的 这个创作过程当中的这些经验 特别是他们这些软性的 这些管理流程上的一些东西 那么去运用到未来的拍摄 过程当中 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您关注总台财经频道 2月4号21点30分 对话播出的 中国式科幻的从1到2 中文字筹